第六百五十九集 两个老人联手向前逼来 每一步落下 虚空都一阵抖动 他们高过叶凡六个境界 实在是可怕大敌 若是换成其他四级秘境的修饰 一个指头就被点死了 也唯有叶凡 还有四级大圆满的磅礴可以抵住 小楠楠偷偷地睁开了眼睛 见到两个老人对是很害怕 急忙以小手捂住了自己的大眼 楠楠别怕 一会儿我们就走 叶凡轻声安慰 你费尽周折 只是为了这个没记性的小丫头 遭老头子露出残冷的笑容 你已经活了一大把年纪 也好意思说出这种没人性的话 老玉冷漠开口 我们将他带入阴阳将 是他的福分 叶凡火大 小楠楠被掳到此地受尽屈辱 连饭都吃不到 反倒成了福气了 老东西 今天我打废你们 也让你们享受一下福分 老玉轻蔑地扫了小楠楠一眼 只怪他缺少记性 享受不了那种福分 活该只能是下人的命 你说他是下人的命 那么你们的圣女 就只配服侍下人 庞博也冷声说道 你们掳来这么多天才右头 就不怕引起东方修士的愤怒吗 那个跟大马猴一样的糟老头 节节大笑 嘿嘿嘿嘿 将你们都杀死在这里 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动手 叶凡 挥剑就冲了过去 开始运转斗战胜法 对两个老人必须要下狠手 不然很可能有大麻烦 嗡的一声 庞博更是催动九斩 双目中射出银色真笼 这是妖地九斩之神伤 哄的一声 虚空都被斩得塌陷了 两个老人变色 神识内敛 逼过璀璨龙芒 没有以神念 去迎接妖地九斩 哄的一声 叶凡斗战胜法一出 天地失色 攻伐圣术 运生剑意中 他手中的圣灵解 像是有了生命 撕裂虚无 向前劈去 不好 两个老人大叫 两人手臂连在一起 向外推出神术 一阴一阳 两种力量 形成了道徒 阴阳大道 这是阴阳教的 无上大法 一般男子修阳图 女子修阴图 中周 古有阴阳合一 天下无敌之说 庞博急忙上前 这阴阳合一的大道 让他心惊肉跳 帮助叶凡分担 祭出妖地九斩之剥夺 哄的一声 这一次激烈大碰撞 挥动倒印而战 这是各自大道的交锋 无比的可怕 双方全都倒飞了出去 叶凡气血汹涌 倒也没有什么 不过庞博的嘴角 却一出一缕血迹 他的肉身何其强大 但还是受到了冲击 两个老人节节大笑 劈头散发又杀了过来 阴阳合一天下无敌 两个小辈 你们都去死吧 两个老人手臂连在一起 阴森森大叫着 再次推出了阴阳图 这一次 阴阳图比刚才大了数倍 庞博两人果断倒退 这两个老东西太可怕了 叶凡开始运转 阶子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两人不断躲避 两个老人催动道徒 杀意更浓了 在虚空中追杀 第三次推出的阴阳图 又大了很多 治阴与治阳交融 催苦拉朽 不得不说 中州古语 阴阳合一 天下无敌 有一定的道理 两个老人手臂连在一起后 不是应有的二倍战力 足有五倍 阴阳大道 画成那个巨大的阴阳图 似是神主之轮 碾压过虚空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连庞博都在那一击下受了伤 叶凡若非圣体的话 也肯定要吐血受伤 阴阳合一 大道呈现 战力惊是通节无敌 红的一声 终于 叶凡触发出了阶子密 石被战力飙升 金色血气重消 天地湿色 他挥动圣灵剑 劈碎苍穹 像是将这个世界 抛成了两半 轰的一声 阴阳图被他打碎了 两个老人大口喷血 阴阳合一 虽然战力提升了一大截 但是却无法与阶子密媲美 这两个老人倒飞了出去 庞博快速将妖帝九斩祭出 劈得他们再次大口吐血 唰了一声 两个老人劈头散发 一闪而莫 出现在远空 避过了妖帝九斩剩下的两斩 他们浑身是血 静意不定的看着两人 蝎子密与妖帝九斩 都是震骨朔金的神术 让这两个老人心中 震惊莫名 生出巨异 他们比叶帆还有磅礴 高了数个境界 却还是被斩伤了 不得不惊悚 这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年轻一代的王者 若是想 逆行发先 需要斩出一项方可 阴阳合一 天下无敌 老玉自语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火得睁大了眼睛 莫玉求蜜 难道 是那种秘书 糟老头子双臂过膝 战力惊人 双眼如金灯一样亮了起来 无尽岁月前 他们的先辈成就古之圣贤之位 阴阳合一身 在中州无敌 不想远走东荒时 却被打败了 只因遇到了传承有九密的圣贤 老玉与大马猴一样的糟老头子 冲着叶凡森然冷笑 我们知道你在用什么圣术 不过你却不能连续战出 需要不断处罚 我们阴阳合一 满门杀你 还有你 他们又妄想磅礴 掌握有妖族的无上圣术 一定是镇骨朔金的妖帝九斩 两个老人白发染血 阴森而争宁 尽管遭遇了重击 但方才阴阳图崩碎 为他们化解了大部分力量 他们再次手臂相连 分别祭出阴土与阳图 合在一起 流动出大道的契机 向前逼杀而来 可惜 阴中未孕一点阳 阳中未孕一点阴 虽然相合在了一起 但却未成太极 缺少两眉阴阳眼 庞伯冷笑 他与叶凡一起倒退 对方阴阳合一 等弱四五倍的战力 他们不想硬汉 两个老人追杀 圣体隐含有大秘 庞伯身上一有无上传承 让他们的眼睛都红了 本就要杀两人 现在很有可能还会得到 不是古经 自不会放过 红的一声 叶凡再次触发街子密 浑身金光冲天 如一尊神灵一样 开始反追杀他们 庞伯也祭出腰地九斩 老玉与遭老头子似阴阳图撕裂空间 快速逃顿 不敢迎风 知道街子密的厉害 每当影响消失 他们才会掉头杀回来 双方陷入拉锯战中 当叶凡触发出街子密后 两个老人便倒退 被叶凡与庞伯反追杀 双方轮流轰杀 不得不说 这两个老人很恐怖 他们本身足够强大 战斗经也已无比的丰富 极其难缠 好了 可以了 就在这时 土飞与李黑水大叫 叶凡与庞伯同时大笑 飞快倒退而去 黑黄早已冲来为他们带路 两个老人大叫 但为时已晚 不好 红的一声 滔天黑雾汹涌 武锦杀机弥漫 天地被阵风 他们被黑色的大旗封在虚空中 这是之前叶凡与黑黄传音 让土飞等人滥中布下的 大黑狗是阵文方面的全才 堪称大师级强者 在叶惠灵 土飞还有李黑水的协助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布下了一片超级阵文 将很大的一块地狱都给封了起来 阴阳教这群强者 没有一个人能跑掉 全都给困在了里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